就是他電腦上面可以直接按拍照 手機就會把它照下來,而且直接傳到電腦 直接傳到電腦,有沒有 就直接傳到電腦上 然後你也可以換你的手機有前後鏡頭的,他一樣可以換前後鏡頭 這個就是照我 所以他可以當居家監視器 然後這手機的功能其實大部分他都可以使用 那視訊就是 視訊就是你手機裡面的錄影 錄影,所以他也是可以下載回來在電腦上做整理 那包括通話紀錄 都可以,你以前用手 手在那邊一個一個刪或做整理其實很不方便 那你在電腦上面是可以很方便做處理 你要勾拿幾個,要刪除哪幾個 甚至要做備份 然後通訊錄,有沒有 最重要就是通訊錄 你手機在那裡整理通訊錄 光是打字累死你 但是你在電腦上打字用鍵盤就會很快 甚至你要加新聯絡人 要做什麼刪除 所以你會定期,我們都會定期在這上面做一下處理 那不知道的 不知道是誰的 你就把它,可以把它刪掉這樣 那通訊錄就可以很簡單的被你整理或備份 他也可以備份 所以 他是一個很強大的 所以你手機上面的畫面 他可以做截圖 所以你要做教材的時候也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 那現在因為他網路實在沒有很順 還可以直接打電話喔 在電腦上撥電話出去喔 誰接 就看你要撥給誰啊 他會出現那個撥號的畫面 不是,是手機接還是 沒有,就是 用手,你的手機 他操控你的手機撥電話出去 對,所以是那隻手持手機的人講話 你 他會,他可以用,好像可以用電腦的那個麥克風 當手機 對對對 然後那個 因為現在網路真的太慢了 所以很不順 他會出現那個撥號視窗 檢訊也是可以直接送 都是在電腦可以直接操作 所以他很強大 很強大 那包括你要檔案要丟給 要把它放在 你可以把它當隨身碟一樣用 就是把你要的檔案 比如說 好,比如說我要把這些檔案傳進去 那我就可以選他 直接把它丟進來 丟到這裡 他就會傳到你的手機上面 在這個位置 那你就去到別的地方 要把檔案下載回來 你就去找這個地方 SD卡的 沒有Joy的 的Upload 就自己用檔案的方式去抓下來就好 所以他也可以把它拿來當作USB 的那個 隨身碟 所以功用很多 功用很多 來各位試一下 網路比較大我就沒辦法了 要等學校建置那個 很貴的那個Lock 好嗎 老師 如果 如果在電腦上面開手機的影片 這時候 那 好嗎